那我們就直接拉回來 我覺得很很 也餘的一個照片是來自於陳水扁啦 其實他在前兩天他就已經PO過照片 那他這一次PO的新的照片 短短的兩句話 但是我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他是在臭 還是真的是要幫忙打氣 先請教歷史哥 在柯文哲的被北院裁定積壓境界 陳水扁日前已經先在 柯文哲被無保請回的那一次 他就喊話說不要忘了16年前 我兩次無保請回 而如今柯文哲被羈押了 陳水扁貼出了兩個人的合照 他們兩個人手上拿的是堅持兩個字 可是他寫了 醫生照顧受刑人同是天涯淪落人 那只是我們不太清楚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 可是光看到陳水扁的這張照片 還是讓大家覺得其實不勝唏噓 兩位一個前總統一個前市長 現在都是面臨的官司 不過柯文哲的抗告 我們現在看起來 因為抗告其實是從裁定送達之後 後期要算10天 那預料律師團應該最快要在本週 會向高院提抗告 可是我怎麼查都看到 大概是停留在6號那年的新聞 律師團也在評估 我還沒有聽到進一步 到底要不要停抗告 目前我據我所知 因為柯文哲個人之前有表達出 不想要抗告的一個意願 那這邊給大家講一點消息是這樣子 柯文哲他之所以不提抗告 跟他可能不想要交保這件事情是誰 什麼時候是什麼樣的情景提出來的 這裡的消息來由我可以很直白的引用 就是現在所謂的七人緊急 這個緊急應變中心小組當中的江和樹 他親自跟我講的 那這也是在我在我們這個也是 我們的節目一起battle裡面問過來的 他很清楚的告訴我說 是在柯文哲被 就是請去檢連偵辦的那一次之前 在柯文哲宣布要請假之前 在內部的會議上 就已經呢 由柯文哲自己本人表達了這個意願 而這個意願呢 這個很清楚的說 如果要交保他不會交保 如果要抗告他也不會抗告 那很明顯柯文哲當時 心裡已經拿定一個主意就是 他要往司法不公司法迫害的方向去走 所以也才會出現在禮拜六 也就是上週六的時候 這個陳志涵在第一時間跟大家說 柯主席會拒絕交保拒絕抗告 是那樣的一個情境之下 只是這樣的一個心境 隨著柯文哲在這個當時在北院的居留室 北檢的居留室待了這個兩天吧 那最後放出來之後 似乎柯文哲的想法跟心智是有所動搖 那你說奇怪 民眾黨就算是新的政黨也成立五年 這麼大棟 雖然人數看起來好像不是 當然沒想藍綠那麼多 可是應該有一個比較 這個確認的一個方向 其實這件事就跟律師那一天 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剛才莎莎跟我們更新的六號的時候 那律師他內心當然是想抗告的 但聽到盡力了 那時候我們大概就知道好像不太妙 對 第一個大概是很難成功 因為印曉威 吳順明 沈慶金 再加上這個副市長 全部通通都 這個彭震生通通都抗告失敗 那第一個如果假設你抗告失敗 你是不是又進一步鞏固說 其實你有罪證的這個狀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那麼關心政治 但是柯文哲這個事件是非常外溢的 有非常多的人在各個地方 大家都吃瓜追劇 在看這個事情 所以到底要不要提抗告 他一個有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會有什麼 他會有這個 這個司法的一個工法 就是說會不會他提了抗告 那之後對他的司法 有產生一個不利的影響 這也有可能 那再來就是柯文哲個人心智的改變 柯文哲在去被 在這個第一次拘留室之前呢 他的內心是非常堅定的 但是在第一次拘留室出來之後 似乎他有 跟身邊的人透露出一些消息 其實也不是說似乎 其實這個 黃國昌也有出來講嘛 說這個主席很關心說 拘留室的人權狀況怎麼那麼差 希望將來可以做改進 那當然就是黃國昌是很會說話啦 可是另外一方面 據我所知的是柯文哲對於那個環境 是非常的不滿意的 那是不是有改變他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要知道 被羈押的條件比坐牢還要困難 今天憲哥在這邊應該是很知道的 就很清楚那個環境跟條件 是很糟糕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這個柯文哲有沒有改變 他的想法跟心智呢 所以這個其實是 目前民眾黨最大的狀況 就柯文哲柯主席雖然被關進去了 但是整個黨還是要靠柯主席來運作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出現說民眾黨其實每一步 在做決定的時候 顯得非常沒有計畫跟雜亂無章 那可能靠的更多呢 是來自於他們現在整個中央委員 然後各個大家表達意見 甚至包括他們黨內或者是 輕柯的KOL 比如最有名的館長嘛 這樣的一個表達這個意見 那也就造成說現在民眾黨的 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你真的搞不清楚 但是接下來民眾黨想要往哪邊走 一下說要集結 又有人跳出來說不要集結 那柯主席呢自己錄影說 大家要認真工作好好生活 結果今天現在此時此刻 我剛才看到姜和樹也在受訪 正在大高喊司法不公司法破壞 可是就柯文哲個人本人 他並沒有直接講說司法破壞 或者是政治破壞 這樣的跟當年阿扁那舉起來 他是有講到說受盡領辱 就是他基本所有的意思 都指向司法破壞 但是他就沒有把它給講出來 頂多講到政治風暴 對政治風暴 就是他不把話給講破 可是他黨內又把它講破 可是他一方面又發布影片說 好好過日子 對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 非常像非常錯亂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現在民眾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黨成立五年以來 甚至整個科團隊成立十年 因為柯文哲從政十年他有個團隊嘛 科團隊成立十年 黨成立五年以來 從來沒有一次 就是就像陳佩琪的心情 解法三十三年 第一次獨守空規的感覺 那很難受 所以他現在身邊的人 我是覺得 真的要冷靜下來 對民眾黨來講 這是個巨大的難關 尤其像柯文哲自己透露的 我現在手機被扣走了 會有多少的事情 昨天我看報告也有做很深刻的討論 就是未來民進黨 會不會拿這個來處理你 所以現在民眾黨 到底要往哪裡走 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然後回過後來回應一下 阿扁這張圖 阿扁這張圖 當然你要說阿扁蹭柯 好像也很難說得過去 因為阿扁跟柯本來關係就非常密切 所以這個也不能說阿扁蹭柯 也不能說柯蹭阿扁 因為兩個人本來就這個很好 但我覺得阿扁想借機表達是說 我是無辜的 我也是被政治破壞 順便在他的立場 他想幫柯醫師做一個聲援說 柯醫師也是被政治破壞 可是這個就整個社會的觀感 我認為是四個字 叫適得其反 因為阿扁在我們社會的普遍觀感裡面 出了兩三趴的貶迷 大部分都覺得他有罪 連民進黨的人也不覺得他 罪氣的是現在還在外面吃香喝辣 對對對 大家不可以爽 唯一的行為是說 他兒子終於政治生命被幹掉了 被人砍掉了 所以唯一爽的是這一點 那阿扁這個時候 這個給他這種貼出來 他到底是在送暖呢 還是在送火呢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阿扁還是這個點點吧 別這樣子搞其實不太險 不過阿扁倒是很敏感 他說 我兩次無保請為 那也有一說啦 就是說 柯文哲確實在這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有請教過阿扁 所以他有一些做法 大家等著看 其實也不用等著看 你自己仔細從上週到這個禮拜 你會發現 似乎有一些相似之處 怎麼樣去具體呈現 當在司法戰裡處於弱勢的時候 怎麼樣維持你的群眾 聚而不散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阿扁當年是用 手銬加高喊司法破壞 從此之後 雖然扁民呢 是一日白夢一日久了 但是整體來講 扁民依然還有個兩三%的人 死驚在那邊 這也是阿扁現在 護身符嘛 就是你要動我 我的扁民會很激動 台灣國的衣就衝出來 那柯粉一樣 尤其柯文哲現在 是一個安檔的政治人物 他原本大概有15-20%的實力 那現在就算消掉一半 那至少一個7-8%的實力 而這7-8% 也比扁民多個兩三倍 那這個是他的護體神功 那也是保住柯 就算未來從政不了 至少保住他自己的司法後路 他可能會在這段時間被羈押 而且我認為會辦得非常的慢 就慢慢臨時擬嘛 那辦個四個月 甚至給你延壓延壓一直延壓 然後到最後再把你放出來 但是就基本上 讓你的官司跑不完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未來真的要把他關進去 或者是怎麼處理他 至少他有一群底氣 而這個底氣呢 是目前來說 民進黨也還在看的 就是說我要怎麼把這個底氣給採吸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的重點 就是會針對這一塊 繼續來出招 所以我只能說遊戲呢 剛開始才第一步走完 或者說第一階段結束 第一階段是什麼 柯文哲給我關進大牢 那個手銬出來 第二階段 正要開始 感謝我們一些官員陪伴我們的斗內 感謝尼玉玉的斗內 說國民黨請自立自強 不要一直被牽著鼻子走 感謝泰宇專家的斗內 積壓科的實際事證又是什麼 是小省1500嗎 那我也可以說中立999 高雄888 林森斃2000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阿伯先跟李樹德道歉 那時候是誰送李樹德進去的就是阿伯 可是我們先從一些法律實務面 來了解一下 當然律師團這邊要不要在這個禮拜 不管是預估的時間 9號或10號 也就是明天或後天 來幫柯文哲提起抗告 可是在我們的電視牆的左下角 特別整理出來是貪污罪裡面 當中的圖利罪 還有就是抗告的成功率 這部分要請教一下憲哥委員 因為我們知道抗告成功率 據說是不高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要件必須要符合 律師要能夠提出才有機會 否則是不是二審法官通常都會支持一審 而我們講到的貪污罪裡面的圖利罪 有趣的點是在於過去普遍 可能還有定罪率是大概五成左右 不過在近三年的數據上面來看 已經幾乎要超過九成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 有達到百分百定罪的成效 這之中到底出現了什麼改變 導致我們的圖利罪定罪率現在變這麼高 圖利罪定罪率高 我覺得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現在 檢察官在收證的時候會比較完整 那他不會隨隨便便就把人 去用圖利罪來偵辦 那以前確實是在偵辦案件的時候 對於證據的取捨沒有像現在這麼嚴謹 那圖利罪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圖利罪的國家確實不多 但是在圖利罪還存在的一天 本來我們就必須要 如果遇到相同的案子 我們就是要去偵查 那圖利罪它其實跟我們所謂的辯明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如果說今天行政機關它要辯明的話 它所有的行政行為 都必須要是一個合法的狀態 那圖利它的前提就是 行政行為它有違背了法令 那才會有後續圖利的問題 那這幾年其實對於圖利罪檢察官 在偵辦的時候 其實會非常的嚴謹 在扣違背法令的那一塊 不會隨隨便便起訴 所以檢察官變嚴謹 應該是讓圖利罪現在成罪機率 變高的主因 那跟法院是不是說 對於圖利罪的判決有罪放寬 我是不這麼認為 我是認為說檢方對於證據的認定上面 是變嚴謹非常多 那這段時間其實有人一直討論到 圖利罪什麼結果犯或什麼行為犯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在 如果你只是要討論 柯文哲的案子的話 其實不需要討論 是不是結果犯這個問題 因為所謂的結果犯 圖利罪一直以來都是結果犯 它沒有未遂罪的這個問題 所以你今天即便你有違背法令 但是如果還沒有達到有任何人 因此而被圖利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案子 是沒有成立犯罪 那因為在本案 如果依據法官 或是依據檢察官 他認定的犯罪事實的話 確實這個榮記已經核定了 也開始建築了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以圖利罪的 構成要件來看 它是屬於結果犯 是屬於計稅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在本案 大家不用再聚焦在 是不是結果犯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在法律上已經沒有討論的意義了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去討論說 律師要不要抗告 其實律師要不要抗告 這當然是取決於律師的想法 因為在這個案子 我必須講一個 載壓被告抗告成功的比例 真的是超級的低 至少我自己從來沒有遇過 我自己偵辦的案子 我申請羈押 而應該這麼說 我自己申請羈押 被駁回的機率就非常低了 而且我大概有統計過 我離開檢方前五年的 所有生壓都沒有一件 沒有成功過 所以本來 檢察官這申請羈押就會很嚴謹 大部分的檢察官都這樣 那申請羈押成功之後 然後律師抗告能夠成的比例 真的不高 確實也是有 但是比例真的是不高 那在這個狀態下 律師他們會去評估有沒有必要 再去提一次抗告 但是不提抗告跟他說 我如果要我交保 我也不繳錢 我就是讓他關 這兩個邏輯不一樣 可是不高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很難舉證 到底程序上有什麼瑕疵嗎 還是 因為 羈押與否跟有罪與否 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有罪必須是要嚴格的證據主義 嚴格的證據採證之下 罪證確証才能認定你有罪 但是羈押單純是保全證據 有時候是為了防串供或什麼的 對 他只是防串供跟逃亡 主要是這個 所以今天檢方他要證明的點子是 第一個他是不是有犯罪嫌疑重大 那這個部分我想 目前高院的認定 以及第二次地院裁定 其實他們是認定是有犯罪嫌疑重大 好 那再來就是 他有沒有串證或逃亡的問題 就是那個當初法官的認定 那律師他當然可以 從這兩個角度下去 且第一個 有沒有辦法說服 將來的法官 本案並沒有犯罪嫌疑重大 那如果沒有辦法 說服法官的話 就是要朝向第二個環節 就是有沒有辦法告訴法官 他並沒有逃亡或竄證 那如果這兩個東西 律師都沒有很有把握 能夠抗告成功的話 有的律師也許就會踩 他就可能不走抗告的這條路 因為萬一你看告 然後又被高院又再發回耕財 高院如果頒駁回的話 那其實是很難看的 而且他駁回的理由裡面 會不會又再次認定一些 對被告不利的 這個都很難預測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 訴訟上的策略 那就是看他的律師 怎麼去評估了 但是我在這邊要跟大家 講的一個東西就是 千萬不要隨著政治人物起舞 政治人物總是把羈押 跟有無罪混在一起談 事實上羈押與否 那個無保請回與否 跟有罪與否是完全無關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 在法律上面是不同層次的概念 有罪 像陳水扁那個是有罪判決的確定 所以今天大家又把陳水扁 跟柯文哲兩個拿來比較 我覺得這個在法律上面也是 有點不倫不類 因為一個是判決有罪 確定的被告的受刑人 一個是目前 尚在羈押的被告 他根本有罪無罪都還沒有認定 你怎麼把兩個人拿來 互相比擬 這在法律程序上面來看 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東西 那一樣我剛剛 講到另外一個不同層次的就是 羈押與否跟有罪與否 這兩個完全沒有關係 不能夠把兩個混在一起 混為一談 所以我看這幾天有很多政治人物 開始去大作文章 或是柯主席 他在第一次無保請回的時候 也有人大作文章 或什麼 其實我個人認為 都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這對於案子將來的進行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最後我可能就回應一下 剛剛歷史哥有提到說 載壓環境的問題 其實積壓的環境確實 確實沒有受刑人的環境好 因為受刑人他可以下工廠 可以看電視 然後可以去福利社買東西 對 但是因為 激壓境界的被告 他沒有這些權利 所以確實他的環境 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以柯主席的狀況 那個看守所應該會幫他安排 跟他關在一起的人 他應該會安排一些比較穩定 性格上面比較穩定 不會去安排一些暴力犯的人 跟他關在一起 我想這個索方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安排 那還有一個就是 前幾天其實大家一直在吵鬧 吵一件事情就是說 柯主席還是民眾黨的誰說 為什麼只能吃麵包 喝果汁還是牛奶 然後說這樣侵害人權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 可能柯主席是有點誤解 因為在救審的時候 他關在居留室 其實那個時候 很常發生自殺 所以我自己在 當檢察官的時候 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在桃園地檢 就遇過一個用皮帶上吊 那我在試行地檢的時候 遇過一個他用皮帶刀自殺 所以有一些人 他用現刑犯 或是具體逮捕 到地檢 移送到地檢署的時候 他確實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要很小心 他會不會有自殺的傾向 所以這時候 因為便當要用筷子 所以我們是不讓他吃便當 這不是侵害人權 不是故意給他難看 而是所有的案子都這麼做 所以你去院檢的居留室 你去看 其實就是給他吃麵包 跟喝牛奶 這是為了安全 那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會請他 把皮帶卸下來 然後身上有帶筆的 原子筆我們都會先幫他收起來 甚至有一些比較 就是感覺有自殺傾向 我們甚至連眼鏡 都會把他收起來 就是這可能會造成危險的東西 所以並不是說 給他吃麵包跟喝牛奶 是侵害他的人權 而是有時候 因為你在居留室 沒有辦法有人24小時 盯著你的行為看 這跟你在檢方開庭 或者是在調查站 接受詢問的時候 有人坐在你旁邊不一樣 所以他沒有辦法 在那個時間點 他給你 給你那個可能有一些風險 像筷子什麼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他只能吃麵包跟喝牛奶原因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因為有人把它扯到 跟人權有關 那我在這邊可能 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持平地去看這個行為 其實是 這跟親愛人權是無關 那我想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自己的食物上面 比較知道 就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狀況 我特別喜歡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鋼防曬凝露 謝謝 謝謝